作为一个三胎家庭的妈妈 我经常会被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家一个孩子 我大概都脱皮包吗 你怎么能够进三个呢 那当然要能懂他们才行啦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仔细观察各自的特点之后 取长补短就能轻松很多啦 比如我们家的老大机灵姐 从小就喜欢表达热爱表演 于是三年多以前 我就开始用镜头 记录她的爱好和生活 不过同样的事情 我并不会强加到老二身上 而是尽可能的尊重 并且支持她的爱好 至于老三嘛 虽然除了喜欢汽车以外 暂时还没具体找到有什么特长 但是我会继续仔细观察 还是我们家小朋友 我们家立安特点就是坐立不安 什么都要买 什么都想买 千万不要总拿自己家的孩子 和别人家的饼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坐立不安呢 说明她对身边的事物 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欲 Oh my God 她知道能在哪里玩那么久 现在知道立安并不总是坐立不安了吧 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是需要我们做父母的仔细观察 并且好好保护她 诶 我们那么久 姐姐呢 诶 对啊 是人吗 好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